事實是你改變不了的 因為在這一刻已經成為了過去 我跟她拍拖了六年 我有點不明白 為什麼聖誕節的下午 都要跟朋友吃飯呢 到了晚上 我跟她如常地逛街看電影 上年的聖誕節 是我身中最難忘的聖誕節 去到聖誕節 我們都會交換禮物 每一年都是朱古力 啊 不是 今年多了封信 第一句說話是 自我曾深愛的那個你 她說我們之間一直存在著一個問題 沒有共識 一直只是隱瞞 每當有爭執的時候 雖然我說的話是對的 但從來都沒有顧過她的感受 她說這幾年一直生活都是這樣 有點平淡 太過安逸 她覺得我感覺越來越像家人 所以她跟我說 不如我們分手吧 在那一刻 我也是接受不到 明明之前還是好地地的 為什麼無故提分手呢 當時 我忍不住打了給她 是否有問題 我可以改 不是啊 你很好 很喜歡我 很疼我 沒有啊 只是我覺得 我們的關係 自己都習慣了 我們好像有情人 變成家人 如果你真的考慮這麼久的話 我會尊重你的決定 我會放手 你不要哭啊 你很好啊 是我不好而已 我們可不可以做朋友啊 我們可不可以做過世話啊 我們可不可以做過世話啊 我都不知道啊 原來人呢 因為 到了某個階段 就會開始 不懂得選擇 不如我們不要告訴我女朋友 等到你後悔的時候 我們一起回去好不好 不如你聽我說 不要等我了 拜拜 哈哈哈哈哈哈 她發了個訊息給我 當朱古力溫法 我們就把這一刻 留在過去 我們就把這一刻 在這一刻 我想起你的說話 你說 原來人生去到某個階段 就會不會選擇 我想問你 我真的想問你 你是不會 還是不敢去選擇 在朱古力溫法的那一刻 我決定將你留在過去 因為事實是改變不到的 自我曾深愛的那個你 今年的聖誕 不知道你怎麼過呢 不知道你有沒有後悔 當日的選擇呢 哼哼 怎麼都好啦 但我希望你還是覺得幸福 快樂 自我曾深愛的那個你 自我曾深愛的那個你 我曾經 在朱古力溫法 你不會選擇 你 我可以選擇